聊过来 看来你告诉她的并不多 但是很多事情 蛮是忙不住的 你都跟别人胡说些什么 与方女士 你不用回答的 范大伟 我们是来找你问话 我们问 你答 你进去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 有可能再也见不到你女儿了 你最开始我都想过 但是后来听说做了手术 做的骨髓移植能活 我就想着出来第一件事 就是去见她 但是没想到 你说的骨髓移植 其实更准确地说 叫造血干细胞移植 你对这个了解多少 但是说了 一折就能活啊 他们在骗你 因为这种手术效果 最好的是铜基因细胞移植 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女儿是双胞胎 移植的成功率会很高 再差也得是亲兄妹 父亲跟母亲 单方面的基因 是不能跟子女匹配的 不可能 他们说了是正规手术 手术是正规的 医生也是一流的医生 但是这中间的流程 是有人做了手脚 李芳女士告诉我们 当时来采集细胞的 和做手术的不是同一拨人 去的 也不是同一家医院 你懂什么意思了吗 采集细胞需要做基因比对 如果匹配不上 医生是不可能做这个手术的 但是在你女儿的这个案例中 这两个流程分开了 而且文件有可能被篡改 导致医生以为 她移植的是匹配的细胞 这个你懂了吧 而且手术结束之后的 康复期 你女儿又被转到 另一家医院进行观察治疗 那里的医生 根本就不了解情况 很难判断出 排阶反应的原因 范大卫 你知道排阶反应的时候 人有多痛苦吗 他们不可能骗我 治不了就治不了 他们怎么跟他害丫头 因为他们有封你的口 不做手术能封你的口吗 范大卫 他们 他们说什么呢 问吧 想问什么 你们就问吧 当年的那场车祸 是不是意外 车祸不是意外